朱欣怡結婚懷孕 一路風波不斷 昨天是她懷孕後 首次接下工作 還是不得安寧 活動一結束 馬上發燒38.9度 送醫院掉點滴 就是急性腎臟炎 就因為是很突然的 醫生問我說 醫生問我說 妳試什麼時候開始 我說我剛剛早上還有在工作 我還很正常 可是我剛剛洗頭洗到一半 她幫我吹乾的時候 我突然就覺得好冷好冷 一直在發抖 妳之後不能吃要怎麼辦 她就有開抗生素 她就那個抗生素可以吃 衛斯里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沒有朱欣怡來得高 被外界認為是靠老婆養的散工 朱欣怡極力維護老公的名譽 我們兩個生活費 大部分是她在出的 我大概只出到十分之一 因為我出去吃飯 我老公會付錢啊 我衣服我老公買啊 竟然這錢是她啊 她哪裡那麼有 她哪裡這麼有錢啊 不是啊 因為她自己有在理財啊 而且她之前發片的時候 剛好那段時間是唱片的黃金期 所以她也有賺到錢 她很會蠢啊 為了證明老公的經濟能力 朱欣怡透露曾在生日的時候 收購衛斯里送上價值十萬元的鑽石項鍊 因為她送上來的時候 她跟我講說 我不是一個很相信承諾的人 但是我已經認定你 就是我要取的那個 所以呢 我沒有準備戒指 可是我準備了象徵 也跟戒指一樣的東西 就是項鍊 然後當然就飆累 或許大家的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朱欣怡也是很驚的 今天她沒有肩膀 或者是她玩完我就跑了 我幹嘛就來她啊 我幹嘛就來她啊 但是她是很驚的 然後她在生日時 在生日時 那是誰 呢 那是最近